听说这是最聪明的大脑才能回答的十个心智问题,欢迎你进入测试。 我们找到第二个地球了吗? 黑洞膨胀到极致会发生学吗? 人类观众极致是空的,全脑是大脑是空的,我们能回答到一切大脑吗? 请问,你能回答几个问题呢? 好了,现在我们将公布答案,你可以选择忽略好奇心,也可以和最聪明的大脑一起进化。 当你晚上仰望星空的时候,当你给你的孩子讲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故事的时候,就在牛郎和织女的旁边,还有开普勒452b,就是我们所说的,开普勒找到的第二个地球。 而是,当两个黑洞的黑洞开始移动一样,他们会转发出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,他们会转发出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。 因为它会转发出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。 然后再回到一样的一样的一样。 国教里面法文看见的东西叫色,就是指地质态。 看见的东西叫什么,叫空,这就是波态。 那个东西同时又是波,又是地质,这就是所谓的玻璃二相性。 其实恐龙并没有灭绝,它只是改变了一种形态。 它们体型不断地变小,不断改良,一直从恐龙时代活到了现在。 两个意义来说,今天还是恐龙时代。 很多人问我说,你不是一个植物学工作者吗? 难道你不应该所有的植物都认识吗? 你难道能记得住35万张人脸吗? 我在牛津大学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面发现了这个现象。 很兴奋,好像发现了一个跟蝎毛一样的结构。 我花了两年多时间,就发现它不是蝎毛。 一度非常沮丧,就不想做这个实验。 所以我们决定给它取名叫细胞蛇。 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物质,都是由微生物来生产的。 比如说,啤酒,酸奶,还有我们很多抗生素,甚至很多女孩子。 美容的时候,可能用到多尿酸,都是微生物生产。 当然,和尚生物学不止这些。和尚生物学还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 想象一下,通过利用基因编程,像计算机一样的那种语言,能够发展一种神奇的一个胶水。 那这个胶水可能就有智能化,在你需要的时候就粘合。 在你不需要的时候,它不就有粘合的功能。 我手上面的这一壶开水,倒到这个叶带里面去。 大家猜一猜,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 科学其实很有趣,科学其实是很好玩的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,科学是人与自然相遇的美妙体验。 一直倡导年轻人热爱科学,投身科学。 科学的重要性,通过这次疫情,得到了最好的体现。 过了一半的生活,你必须学习新的东西。 新的语言,新的电话语言,新的电话语言,新的电话语言。 所以,你必须得非常好,就是学习。 如果你想学习你的脑袋,你必须得玩一个第一个手机。 这就是一样,当一猫会发现,你必须撞他们。 脑力劳动解放就是人工智能。 艺术活动,哲学思辨,谈恋爱,这种东西才是我们的生活的内在价值。 过去认为脑瘫这孩子稍微重一点的孩子, 他是一辈子康复不好的。 那么现在有了咱们这个外骨骼机器人, 咱们可以看到现在十几年,二十多年的这个孩子, 用一两年时间,他就完全康复了。 所以这个改变了他的一生。 波士顿动力的这个Atlas系系统, 是可以在坑坑洼洼的雪地上面,行走自如。 它能做360度的后空翻。 在座的各位,谁能够做后空翻的? 举个手我看看。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。 未来的游戏不可能让你用鼠标的。 未来游戏不会可能让你用手机在那边画来画去。 未来游戏肯定在游戏里面的,跟电影一样。 你的虚拟世界肯定会在你很重要的一部分。 有什么最革命的技术来实现这个千亿连接, 这样的高速数据连接呢? 我们千判万判,它要来的就是5G。 一级打电话,二级聊QQ, 三级刷微博,四级看视频。 到了5G时代了,那是超不想象的很多的应用。 网络会连接的密密麻麻的。 网络技术,到传感技术,再到人工智能。 我有时在想,实际上人工智能, 所有的数字技术都在做一件事情。 让我们人类回归到人类的本质, 那就是精神。 未来离我们很遥远的时候, 其实我们悄悄悄悄的已经在未来这条路上面了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